- 大家好,我們是絕代小Q,我是大Q中越,我是小Q衛林,今天呢,要跟大家分享一個,我們隱瞞很久的事情,哇好緊張喔,就是其實前一陣子很多人都好奇說,衛林的工作到底是什麼,然後中越的工作到底是什麼,就是有一個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,但是我們都沒有跟大家講,對我們準備很久了啦,就是我們準備很久了啦,就是我們準備很久了啦, 就是呢,我們開了一間服飾店,這邊,你看這我們開了一間小小的店,然後就是也是為了開這間服飾店,我們也做了很多的努力,就這陣子其實也很忙,但是也沒有跟大家講這樣子,對,因為我們想說要把我們東西準備好之後再跟大家講啦,像我們之前不是去韓國嘛,我們有去披一些衣服這樣子,對,就是大家都不知道,然後呢,今天呢,我們就要帶大家來, 看一下我們的店面這樣子,對,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蠻重要的消息要跟大家講,就是我們的頻道可能會慢慢的收掉這樣子,嗯,就是想說專心弄服飾店啦,對啊,因為現在畢竟要生小孩了嘛,就是我們需要更多專心在一個,一個的工作上面,我們也就可以專心的做服飾店這樣子,嗯,好, 好,所以我們就進去看一下吧,我們主要目前是先賣女裝,但是之後就會批一些男裝,可能還有童裝啊,男裝啊,之類的,對,然後,因為我們,我們不只是是有店面,我們還會在網路上面,嗯,做平台,對對對,然後我們現在目前就主要是這一間,然後還有正在籌備著的,網站,嗯,對,所以就希望我們,可以服飾店越賣越好,好,好,那我們就來帶大家看吧, 所以我們的室內設計就是這樣子,對,用一個繩子,然後掛出竿子這樣,就一個很有文青感的方式,這樣吊子,對,但是這店面也沒有到很大,但是就是主要經營就是在網路上面這樣,先進一些衣服,然後打開我們那個品牌的知名度這樣子,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, 視頻區嘛,比如說有錢包啊,賣一些小鈴錢包,對對對,然後這些都其實,就都很難挑,我們在,都在韓國都挑很久,就是因為要找到適合的,好看的,然後又有質感的,對啊,讓大家戴得舒服嘛,對啊,你看這個小錢包多方便,對,它可以放一些卡,嗯,一些眼鏡啊,這些,對,那這邊也有耳環這樣,嗯,然後這邊就是一些,下妝,因為已經要換季了嘛, 還有我們有進這種,紙的材質的袋子,我們這就是有進一些那個,加工過的紙啊,你看這種袋包包,飛出去就很好看,這樣子,可以當一個,可以當媽媽包,大的可以當媽媽包這樣,對,它其實不會破掉啦,它有牛皮的材質這樣,讓大家介紹一下,這是我們家的公讀神這樣,對對對,對,就是以後它就會在我們店,如果大家有來我們店裡面逛的話,就會看到它這樣子, 好,再來是我們衣服區,衣服,這邊還有一些還沒換季的啦,但是,因為想說現在還天氣還有點亮,所以還是可以買這些,對,然後這些就是比較開始有點夏季的洋裝,對,還有這種孕婦裝的感覺的,對對對,你看,但是它也可以當洋裝嘛,它是洋裝,哦,它洋裝,哦,很漂亮耶,就是像我現在懷孕,我其實都,都不穿那種孕婦裝,其實我都是買這種洋裝來穿,嗯,就很好看了,就很好看,然後也, 所以以後生完還可以繼續穿這樣子,對,所以這樣穿也很長度,所以我們這些都有精心跳過,你看像這個,穿起來很性感這種,嗯,也有一些特別款啊,這種,比較花花的這樣子,有百搭款的,其實我們也都有進這種,這種,百搭的襯衫,對,然後你看看這個洋裝,那個,這件是中越非常喜歡的,然後樹姊也是必備的這樣,我們現在進很多這種洋裝,因為,很適合,很適合為例,像這種襯衫啊,你看,嗯,這件很好看, 綠色都很好看,對,這件也是中越訂的,平常就是,就主要還是先給我們的店員,再顧店這樣子,嗯,現在,因為疫情期間嘛,我們有準備酒精給客人,對,進來逛街就可以先消毒,然後這是我們的櫃台,嗯,還有沒有進一些鞋子啦,對,我們有進一些鞋款,就是女性的鞋款,其實都蠻好看的,因為就是,夏天很熱嘛,現在就很流行這種,脫鞋款,對,這樣直接穿著, 還有這種,編織的,然後像這種皮鞋,有時候穿比較正式,也可以搭,所以我們其實都蠻用心在挑我們,進的服飾,就是也不要太過花俏這樣子,然後就希望每個女生穿起來都很好看,我們店裡面還有進一個,就是韓國的這個牌子,KBP,因為我們覺得它的,袋子啊,收納袋都很有質感,然後像它的,有一些收納袋,我們有進它的收納袋在這邊,耶,然後它裡面就是,做一些, 防潑水的,防潑水的材質啊,很厲害,所以就會比一般的收納袋啊,然後或是可以當化妝包都還好,而且它又有很多款式,嗯,然後這也可以,男生也可以用啊,對啊,很好看耶,對,比較特別一點的,就是有進市韓國的這個牌子,OK,我們把店開在,雙簾跟中山的中間,就是位置在,金華酒店跟,國賓飯店的後面這個巷子裡面,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來逛逛這樣子,對,對啊,我們, 可以給你們優惠啊,之類的,嗯,但不會太多,不然我們賺不了錢,哈哈,是這樣嗎,哈哈,對,我們那個小本,小本小利經營,這樣子,然後就是為了這家店,其實我們也花了,蠻多錢的,嗯,對,我們就像要創,創這家服飾店啊,然後,投資了大概有30萬左右吧,嗯,嗯,嗯,真的啊,開一家店不容易啊,嗯,那,我們會選在,4月1號公布, 這,這個,我們是開店的這個消息呢,就是因為,今天是魚人節,騙你們的,恭喜被騙了,哈哈,哈哈,哈哈,好啦,我們,好,我們前面,全部在胡爛,全部在笑,哈哈,哈哈,好啦,我們沒有,我們沒有開店,嗯,我們還是喜歡做,我們就做,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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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大家有沒有嚇到,就全部,覺得,哦,怎麼辦,怎麼辦,怎麼辦,沒有頻道可以,沒有,絕對3Q可以做了,不然還是有,還是有的,對,還是有, 我們今天就做一個,呂元節企劃來騙大家一下,哈哈,哈哈哈,我剛才你一邊拍,我這一邊,一邊笑,對啊,怎麼可以笑啊,你真的很正經,哈哈,我一直,我一直都,你這樣不行,哈哈哈,我剛才講,快講幾句,我就快講不出來了,對啊,都我在講,都是講,這樣不可以,我怕我掰一掰,我等一下直接笑出來,不可以笑,我們真是,呂元節企劃是很那個,是很嚴肅的,你要讓大家以為我們真的,開了一家服飾店,這樣子,是是是,我是,越講越心虛欸,你都不會, 一切都是假的 騙了 抱歉騙了大家 好玩嘛 愚人節 一年唯一可以合法整人的時間 而且這也是我們第一次拍愚人節的影片 對 蠻新鮮的 我覺得很好玩 因為我們平常想要拍互診的企劃都很難 因為我們都整不到對方 對 我們太機靈了 對 所以就只能整大家 不好意思 那我們今天這家店呢 剛剛我們提到的員工 其實才是真正的老闆娘啦 老闆娘 我們跟她借的 真的是老闆娘 這是老闆娘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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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你們 謝謝 這家店呢 其實是我們學姐的店 對 然後位置也是真的在這個地方 就是爽臉 對 這個就是真的 不是假的 這是真的 是真的 然後我們就是今天想說 我們要拍一個愚人節企劃 然後我們就跟學姐借了這家店來拍 對 這真的還不錯啦 對 衣服也都是真的是她 有些從韓國批來 有些從五分五批來的這樣子 對 品質都很好啦 對 我們剛才自己介紹都 都很心動耶 好想買喔 對啊 所以 因為我剛才介紹一輪 大家真的看到有喜歡的衣服 可以直接過來逛 地址 IG 網站 都會放在底下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衣服質感都很好 很不錯 但之後他們應該不會進童裝 童裝是我可能 童裝是瞎掰的 男裝也是瞎掰的 這是假的 這有女裝 對 那今天整人影片就這樣囉 對啊 祝大家 愚人節快樂 恭喜被整了 對 大家可以在底下分享 自己到底有沒有被整到 或是在幾分幾秒之後發現 發現好像越來越怪怪的 不行 喔 不會嗎 一定笑場 等下如果大家都說 你前面就發現 你就不好玩 喔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囉 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按鈴鐺 等我們下次見 掰掰 記得有空來這家店逛逛喔 對 真的不錯 等一下 有沒有可以笑場 等一下 再拿 再一次 再一次 可能服飾店 對我們來講是 欸 你不可以笑啦 你到哪裡都在笑 沒有 我覺得你很會掰 我不要 你不可以掰 你不可以這樣 還沒拉根 沒有空來 你不要這樣 快ивают 快點 已經快點 你不要這樣 快點 快點 快點